HELLO 各位,今次回到POPKIMO,我是劍盾 就是想說一下新一季的Season有一個不同的地方 有一個不同的地方就是可以用超極巨 首先說一下新Season裡面是多少號至多少號 就是2020年1月3號至3月1號 到時你就可以用到超極巨的精靈 包括什麼呢? 包括卡比獸的超極巨、巴塔蝶、鋼海、暴世龜、火蟲、比卡超、伊貝、羅莽、噴火龍 噴火龍我記得只可以用猛火特性,不可以用太陽之力 其餘那些都沒有特別有限制 這裡大家要注意新一代的Season 新一代的Season,第二Season就可以用超極巨 大家要留意一下 並且這裡有新增變根規則 LULU的變根 即規則的變根 它原本有這個時間 可能全場的時間10分鐘要改為7分鐘 選這個時間 選人的時間 選精靈的時間 就是90秒 保持不變 選技方面 這個很重要 就是60秒變成45秒 基本上 60秒變成45秒 可以說是一個很大的縮短 縮短了很多時間 因為60秒基本上 其實60秒是足夠時間給你想想的 但45秒我自己覺得也不夠 我都未必可以想到 即是未必可以想到整個 在腦袋面想 那個結果會是怎樣 不知道的 45秒也是很重要 大家要注意 然後基本上 沒有什麼大的特別 就是由3號開始 3號開始到3月1號 都比較長的Season 到時可以用超極巨 我會先看看超極巨的情況 多不多人用 我也會建議大家 在頭幾天 盡量有多高升多高 因為Season會越後越難 越後越難打 因為人們開始熟集這個環境 熟集這個環境的時候 很快就已經可以打到上去 然後開始慢慢用其他不同的隊 開始開發到不同的隊伍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很難打 所以這裡 如果大家想打這個 新一季的Season 單傷 單傷的話 最好是在頭幾天做完 頭幾天升爆 大師球級 其實我覺得是最好的 這裡也講一下 這些超極巨有什麼特別 超極巨卡比獸 我這裡有個網站 我會講一些有的 好像這個巴塔碟 巴塔碟的超極巨 就是可以令所有對方的精靈 陷入中毒、麻痺、睡眠 其中一個狀態 算是蠻好用的 但是抽龍中毒就不算太好 但是睡眠和麻痺一定是大獎 鋼害 鋼害就是消除光場 還有反射壁、釘、場地形態的一個效果 清場地 寶世龜就是做一個隱形岩的效果 就是放岩釘 其餘還有的就是火蟲 可以把對手困住4-5回合 在火裡面 咪咪怪 咪咪怪就是放這個超極巨的金幣 令所有精靈都陷入混亂 後面那個獲得金錢就沒有了 比加超 令所有精靈陷入了麻痺狀態 聯動領取 這個我都覺得是蠻好用的 不過我自己沒有 伊貝 令對方所有與伊貝性別不同 進入雀迷狀態 基本上這個是難用過比加超 因為性別不同的話 假設我方是男生的伊貝 對方兩隻都是男生 基本上伊貝的超極巨已經沒有意思了 所以比加超就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他是不理 他是男女都可以中到這個麻痺 除非地面是那些 除非地面是 再之後就是這隻卡比獸 前一陣子都有出現過 非常多是出現在巢穴 可以令吃了樹果再次出現 這招都是超極巨的資源 還有一招技能 還有沙羅網 羅網在4-5回合 對對手所有精靈造成傷害 和火蟲也有點相似 然後噴火龍 噴火龍就是超極巨地獄滅焰 在4回合內持續對火屬性以外的精靈造成傷害 這個也是屬於火焰漩渦那一類 其餘的就沒有了 以上可以用的超極巨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其實都可以用一下 因為超極巨我覺得都真的有用 真的有用 尤其是新一代絲神 有一部分的超極巨沒得用的話 這一隊就會顯得特別強勢 因為它一定有一個效果 有一些效果 比你去更加獲得優勢 在雙打的時候 單打也可能有 等大家發掘 單打我也不清楚 雙打一定有優勢 實有優勢 好 其餘還有什麼改變呢 都沒有什麼特別大改變 都有講到 我這個是11月的 所以就沒有關係 這個新的 最新情報有什麼變根的規則 或者是可以用超極巨的精靈 大致上就是這樣 這條片就來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回來講一下 Pokemon的劍盾 其他的攻略 喜歡的請記得按讚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未來有更多Pokemon劍盾的小資訊 下次再見